那就要从布莱恩那边 拿一点点好运过来了 OKOK 真的没有的哦 最多 来来来来来 直接来两个 你看 咦 还有个闪光 闪光 那个是什么呢 对啊 来一个武装配件 如果下一个是能力之星 我们就完事了 对 你的能 你的英雄满的 我觉得是了 哦 哦 耶 嘿兄弟 我是个武法 我是布莱恩啊 今天呢就来到一个十分重大的热职哦 也就是我们的梅格啊 这位新英雄呢 终于推出了哦 就在这个商店里面哦 没错啦 他悄悄就来到我们的游戏里面了 现在我们要买一买它是吗 对啦 真是没有想到啊 我有一次讲更新哦 过过可能还可以倒数个几天才推出了嘛 毕竟我们刚才忙过那些突发影片 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来了 吓死我们了 没错 突然间就给我们加班一下 但是不用紧 我们现在马上就来为兄弟们啊 来玩一玩这个梅格的 对啦 那首先呢 我们先要买掉 买掉过后呢 我们就要回到去上个主题记啊 奖励给领一领这样子啦 没错 在这里提醒一下兄弟们啊 买掉之前呢 记得输入我们的创作者代码 Hey Brother啦 帅气了耶 没错啦 后呢 我们就回到去上个主题记 把这些奖励领一领啦 没错 全部给它领掉先 特会报有没有梅格的表情呢 喂 真的有哦 梅格的生气表情哦 哈哈 哇 转爆啊 这是一开始就可以中到他一个漂亮的表情 对啦 拼上新英雄我们拿到 基本上都没有表情一段时间的嘛 好 去摆我们看看升到多少级啊 OK 应该是有七级吧 来着 五级 六级 哦 果然还差一点 六级七级 哎 七级了 七级了 刚刚七级了 原来是已经七级了 OK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赶紧开宝箱啊 对啦 来吧 我的能力之星 还有武装配件 现在只有武装配件吗 不要骗兄弟们啊 哈哈哈哈 什么爱的 能力之星没有吗 原来没有升级 哎 原来是这样啊 哎呦 七级 七级想要拿能力之星 哈哈哈哈 啊 是啦 有一点点过分了啦 兄弟们都看不下去在留言讲啊 苦发苦发 你是不是给他骗了的啊 突然间来的 都弄到你 臭手不及是吗 啊 是嘛 本来打算休息一波的嘛 把那个突发影片过后 那你直到 哎呦 直接推出那个英雄哦 吓死了 那你知道刚躺下去 突然间又要起床上班了 啊 反正英雄出了 我们就要玩一玩嘛 没错 只是快跟慢罢了 来 九级了 OK 现在呢 就来到我们这个 拼运器的时间了 那就要从布莱那边 拿一点点好运过来啦 OKOK 真的没有的哦 最多 来来来来来来 就来两个 你看 咦 还有一个闪光 那个是什么呢 对啊 来一个武装配件 如果下一个是能力之星 我们就完事了 对 你的英雄满了 我觉得是了 哦 哦 耶 错 哈哈哈 真的是可以哦 好 现在呢 我们赶紧回去看一看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体验 这位新英雄啊 看一下能不能把他推到去 更高的分数啦 没错啦 那熊弟们呢 等一下如果看到这部影片 应该就是我们成功了啦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Let's go 好啦首先呢我们就讲一讲 宝石争夺战这个模式啦 没错啦 在这个模式里面的话呢 梅格应该就走边路了 对不对 对啦 虽然他前期啦 他没变身之前 他伤害不搞 嗯 但是只要他一变到身过后呢 他走边路的话 很容易压制敌人的 毕竟他大招了 五秒钟就会有一个了哦 没错啦 一来是因为走中路 不适合是因为他一变回人形状态的时候 很容易被打掉啊 所以他更应该呢 就是去战斗 去跟对方的英雄聘过这样子的 对啦 其实梅格这个英雄啊 简单来说呢 他就有两条命嘛 我觉得 嗯 如果他手中间捡宝石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打边路呢 我觉得更加适合他 打的比较凶一点 嗯 就是敌人一靠前来 你找个机会 就甩个大招 3000多伤害给啊 然后基本上很多英雄都受不了这个伤害了 没错啦 竟然是一个战斗系的英雄呢 走去边路跟敌人战斗 是来的更好一点的 那在这里他除了消耗敌人的方便墙之外呢 最强最强的就是他血量上面的持续啊 一来是因为他人形变成机器的时候 可以获得7000多点的血量 再来可以靠着武装配件继续的续航啊 所以就可以让他一进场的时候呢 显得非常能扛的哦 对啦 千万不要以为他一变身7000血过后 每一秒再下降100是觉得害怕 嗯 因为他的武装配件呢 其实可以弥补这个小小的缺陷啊 长期的在战斗的梅格啊 我觉得才是最凶的 而在战斗里面啊 每当梅格变回人形的时候呢 他身上因为这个能力执行给他的护盾啊 他依然是很硬的 所以你就可以快速的去找最靠近的敌人啊 连续的射出来三枪 然后快速换取一个大招 再次变回机器人这样子的 对啦 就像我们之前的兔范影片说过嘛 只要他一切换状态呢 基本上子弹就会刷满了的 所以这段时间呢 你就硬硬的打下去 更何况呢 你有一个免伤护盾了 30秒的护盾 我就不信你刷不到下一个大招出来啦 没错啦 以有能力执行的情况来说呢 他唯一比较弱的点啊 就是在他一出场 完全没有大招的这个情况下 只要他一旦进入战斗过后呢 他整个人就会变得很厉害啊 就是说防守又有攻击又有这样子的 好了喂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一说乱斗足球这个模式啦 而今天的地图啊 就是三重威胁哦 跟我们今天的宝石地图一样 都是十分多阻碍物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靠着这些掩体啊 偷偷的刷取一个大招 变成机器人才进场啊 对啦 刚刚就说到嘛 宝石增多招还可以玩得很凶 但是我没有想到啊 在乱斗足球里面呢 可以玩得更加凶哦 就凭着他那个庞大的神奇啊 很多时候呢 你捡了球过后啦 你把球一剃开变神 然后再捡回那球 走进去龙门那边 很多对手都防不住你的 没错没错 除非他们可以打断你 或者另外一点就是说啊 比如你在拿着球往上跑的时候啊 敌人就在远程攻击你 想消耗掉你血量这样 你可以靠着这个机器人的血量 被人消耗完过 变回人形 你还可以继续跑哦 就代表讲你这个 整体上进球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啦 对啦 所以在乱斗足球里面呢 它的优势就是说 你尽快刷到一个大招 用你庞大的神奇去压制敌人 毕竟啊 乱斗足球这个模式呢 你有血量啦 进球的机会就非常大了啦 没错而且在这里可以说到他变身机甲过的大招 是相对来说非常好用的哦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足球啊 我们压制到敌人在家门口 很难打突破的时候啊 你只要把他大招一甩出去呢 基本上都可以瞬间把敌人的血量打残哦 制造机会进球的 对啦 所以他大招在这里呢 无论是进攻或者是防守 都是十分好用的哦 嗯 那之前我们就有说过啊 变身机甲过的 它的移动速度有稍微的降低一点点的嘛 嗯 所以如果在完全没有人追你的情况下进球的话呢 兄弟们就可以考虑不要开启大招啊 这样子可以跑快一点点的 对啦 但是如果很多人守在楼门前面 而你需要这个血量的时候呢 就直接开大招 不要犹豫了啦 你开大招然后捡球走进去就对了 没错 玩法其实很简单粗暴的 他就有很多种玩法吧 可以讲毕竟他是一位有两段变身的一个英雄啦 好啦最后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啊 极限淘汰赛这个模式啦 没错 在极限淘汰赛里面呢 他因为可以变身机甲啊 所以他就有死两次的机会哦 敌人要打爆机甲够呢 再把梅格杀掉啊 才算是把他即杀的 对啦 因为极限淘汰赛呢 需要梅格本身那个本体死掉呢 他才算是被淘汰的嘛 如果梅格在过程中呢 不断的刷取大招 不断的变成机甲的话呢 基本上很难死的对不对 没错啦 加上他有护盾嘛 所以就知道说 要杀掉的话其实并不简单的 主要兄弟们啊 就注意一下 那个敌人你到底能不能打赢你才上去啊 因为我发现到有一点就是说啊 如果他面对墨提死这一种英雄啊 他的机甲形态的时候 那个攻击基本上是打不中的哦 因为你一攻击他的切去你后面 你就往一个方向一直射了这样子 对啦 但是他变成机甲够呢 他的移动速度就会变得比较笨重一点啦 要靠走一样慢慢走到去一些脆皮的旁边啊 有机会的话呢 才开始大早扫杀一个三千多的伤害啦 而在这里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点就是说啊 如果打到最后的时候双方剩下一个人嘛 这样子对方还跟你拖时间的嘛 这样子就会对每个人不友善哦 因为他变成机器人的形态之后呢 他的时间感觉就是每一秒流逝 他就会变得更弱嘛 这时候如果敌人拖你的话 你就要想办法去贴近或者攻击敌人啦 如果他一直拖你很大机会是处于劣势的 对啦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 极限淘汰在这个模式呢 对他来说 其实有好有坏啦 好的地方是将于他很难被淘汰 坏的就是呢 如果遇到一些对手啊 擅长打消耗而不跟你正面刚的话呢 你就会比较吃亏啦 慢慢的被敌人风筝 导致到自己的血量慢慢的下降 到最后虚落而死掉的 那整体玩下来呢 就觉得梅格不算是一个难操控的英雄来的 更重要的就是啊 兄弟们必须学会如何适应他那个形态上面的转换 而给你带来的优势啦 没错啦 这位就算是一个非常忙碌的英雄啦 对啦 所以基本上呢 这些就是我们尽量该分享给兄弟们的一些小小资讯啦 没错啦 那喜欢兄弟们呢 会喜欢这一部影片的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吧 拜拜 咦 完了啦 完了咯 你还想要看啊 对啦 我还想要再看啊 要怎么做呢 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 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 将会在每逢一山湖晚上七点上传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